Rosa想問一些車股 先問電車股 電動車相關股份 今年怎麼看 另外她自己有一隻吉利 29元買了兩手 她說怎麼算好 即是有沒有機會回到20元以上 我覺得如果你要先回整個電車板塊 當然今年看法其實不是不差的 其實跟之前看法 我想大體上沒有太大改變 因為最大的方向 都遇上了政策又會支持 而連帶來內地的黑電車的滲透率 其實不算特別高 有比較大的憧憬 所以這些因素就是沒有改變 但是你看到整個車板 其實從去年的12月開始 已經有些調整 有些更加早天 可能現在的9月份開始已經調整 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看到過去這一個多月 如果真的以各別的原材率成本升了 其實對電路車、車企來計 那個壓力是有的 比如你看到比亞迪之前都要逼著一些加價 但是加價不是對它一定是好 因為只是減少自己的生活壓力 升了或壓了那個浸 但是對它的利益就沒有特別大的幫助 反觀可能會對銷售的衝擊都不出奇 所以這個真的要再看 但是我覺得經歷了一輪比較大的調整 你看到近期開始是有些反彈的 譬如今天都很明顯 各別彈超過一成 它挺誇張的 但是如果提到吉利 始終它是開了吉利 它的彈力來計算是比較弱 因為它始終都是偏向 還是傳統車企那邊比較多 雖然過去炒作的那一陣 就是它的轉型因素 但是以現在審視的那個步伐上說 還是偏慢的 而走勢來計算是壓住在平均線以下 其實整個世界都是一個限的格局 所以就算這刻你說彈也好 我想真的要看著20天線 要站得穩回20天線樓上 18.8元 挨近19元樓上站得穩的 才有望慢慢向上市 譬如大概21-22元那些位置 所以如果這天來說 都達不到上20天線樓上 都要小心一點 就是那個反覆限的格局 其實就沒有太大改變了 嗯 好啊